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缩减的概念 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打开Unity3D,然后创建一个面片 我们给这个面片贴上一个2048x1024的贴图 这一次跟我们上一节课程里面刚好相反 我们缓慢地拉远我们的摄像机 直到这个面片变成只占屏幕64x64像素区域为止 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 2048x1024个纹理元素 被映射为64x64个屏幕像素 这种情况跟我们上一节课程里面 学到的倍增的情况刚好相反 在上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出现的倍增的情况是 像素不够用 在这里,我们这里的这个出现的情况 却是纹理元素太多 在这个情形当中 像素的纹理坐标仍然不会与纹理贴图中的任何一个纹理元素对应 在上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学习到的长量差值和线线差值的过滤区 仍然适用于缩减的情况 但是缩减需要处理的工作要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需要把2048x1024个元素均匀的缩减为64x64个元素 那么如何缩减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了解决如何均匀缩减这个问题 并且还能够保证性能之佳 我们就使用多种分辨率的纹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经过复杂的计算 从而得到较好的缩减的纹理 这一个也就是多极进键贴图映射 多极进键贴图映射需要额外的内存 在创建资源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对图像进行降接 深层纹理的多个略缩版本 在计算机当中 空间和时间是不能够同时得到最优的 因此在这里 为了保证性能就牺牲了空间 也就增加了额外的内存 那么求平均值的工作 其实就是根据多极进键贴图的大小算出来的 在运行阶段 GPU会根据我们指定的多极进键参数 来执行不同的操作 第一种就是不启用多极进键贴图映射 第二种就是为纹理映射挑选一个与屏幕分辨率最匹配的多极进键纹理 根据需要在多极进键纹理层上 使用我们上一节课曾经学到的 常量差值或者线线差值过滤器 这种用于多极进键纹理的操作称为点过滤 因为这个方式非常类似于常量差值的方式 常量差值是选取最近的纹理元素 点过滤是选取最接近的多极进键纹理层 同样跟线线差值的方式一样 GPU可以使用线线差值的方式来选取多极进键层 GPU选取两个多极进键层 一层是比所占屏幕分辨率区域小一些的进键层 一层是比屏幕所占分辨率区域大一些的进键层 然后在这两个层级中间 使用常量差值或者线线差值 最后得到一个颜色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多极进键纹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里为了讲解方便 我们就不使用2048x1024这么大的图片 我们修改一下使用一个较小的图片 我们修改一下我们这个图片的尺寸 将它改为512x256 然后复制一下我们的图片 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新的画板 然后我们来创建我们的多极进键图片 我们在这一个图片的基础上面 将它说为原来的一半 就是256x128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在这一个图片的基础上面 再缩减为它原来的一半 变成128x614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再在我们这一张的图片上面 缩减为原来的一半 变为64等32 然后保存一下我们的图片 然后再在我们这一个图片的基础上面 再缩减为一半 变成32 然后我们继续缩减为它原来的一半 变成1638 然后我们继续缩减为它原来的一半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图片的基础上面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图片的基础上面 最后再缩减为一半 最后再缩减为一半 变成1 那么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这个图片进行足迹的缩减 直到它的尺寸为1 那么这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创建多极渐渐层的过程 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以这个视角来观察我们的图像 那么GPU就可能会帮我们选取 大概这一个层或者这一个层的层级来进行显示 如果我们使用了线线差值的方式 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一个层或者这一个层之间进行线线的差值 比如如果我们离得非常近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选取这一个多极渐渐层来进行显示 如果我们离得稍微远一点 可能就会显示这一个多极渐渐层 如果我们离得无限远 当它只有一个像素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选取 这一个只有一神一的多极渐渐层 那么这一个选取的过程 其实就是GPU它来进行完成的 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我们的多极渐渐层 刚才我们制作多极渐渐层的那一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需要在程序当中 或者在其他工具当中进行制作的过程 这个多极渐渐层既可以由美术来进行创建 也可以由算法来进行创建 DDS这种图像格式就可以把多极渐渐层存储到文件当中 这样我们在读入文件的时候 就不再需要执行算法去创建多极渐渐层 其实也就是将这一幅图片 这一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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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一神一的图片 整个所有的图片 全都存储到一起 那么存储到一起之后 这一种格式 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见的 DDS的这种格式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这一个的容量 大概是这个的四分之一 这一个是这个的四分之一 这一个又是这个的四分之一 那么其实这一部分 加起来 大概也就占我们原始图片的三分之一 大概也就三分之一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在UVT3D里面 来看一下启用多极渐渐渐层 和不启用多极渐渐渐的效果 好 我们将我们的图片恢复一下 恢复成云类的图片 然后将它贴到我们的平面上面去 我们选中我们的文理 然后将它设置为高级的模式 在这里有一个创建多极渐渐层的选项 MIP其实也就是多极渐渐层的缩写 然后我们在这里勾选下看一下 我们不创建多极渐渐层的效果 大家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不创建多极渐渐层 这个图像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句子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多个像素被挤压 显示到一个像素上面造成的情况 如果我们来创建多极渐渐层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图像就会显得非常平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像的容量大小 当我们创建了多极渐渐层之后 经过压缩之后 大概有一点三兆 如果我们不创建多极渐渐层 那么这个图像 经过压缩之后就有一兆 我们刚才简单的算了一下 大概会多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一个也就验证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节课程当中 我会给大家讲到 什么是选址模式